欢迎收看每周360 这期依旧是我Vendor 上周车谈有什么振奋人心的新闻呢? 话不多说 带你一览究竟 第一则新闻 奇瑞大马预览会正式展出几款新车 其中包括了Omoda 5 与Tico 4 Pro 双双拥有1.5公升涡轮增压引擎 来看一下预览会有什么亮点 先来说说Omoda 5 这款车作为奇瑞的国际战略车 所以原厂同步开发左驾以及右驾车款 因此不管是属于左驾的中国市场 以及俄罗斯市场 亦或是右驾的马来西亚市场等等 理论上都可以同步上市这款车 Omoda 5 车身尺寸定位在V-Segment SUV 对手将会是Proton X50 Honda HR-V Mazda 3等等 然后关于Tico 4 Pro 实际上这也是一款非常具有特色的SUV车型 阳光的外观设计 整体片排有着和国际品牌较劲的能力 车身尺码定位在V-Segment SUV 主要对手一样是Proton X50 以及Honda HR-V等 关于这两款车的细节部分 比如外观、内饰、引擎等等 我们都已经有详细的视频介绍 所以在此不多叙述 可以点击右上角的小白点一览详情哦 最后还有一款Tico 8 Pro 这是一款5加2的SUV车型 新车的车身尺码理论上是定位在C-Segment SUV 但是因为提供了5加2的座椅设计 因此这款车最接近的对手为Volkswagen 提供了All Space Tico 8 Pro采用的是一具2.0公升涡轮 增压引擎配7速双离合变速箱 最大马力表现为254HP 峰值扭力则是390Nm 值得一提的是原厂对于这具引擎非常有信心 因为它们的设计使用寿命是20年的时间 新车预计会在2022年年末登陆我国市场哦 总的来说你会不会买这三款车呢 欢迎在评论区与我分享哦 第二则新闻 Honda突袭毫无预警释出三张2023 Honda Accord预告图 官方表示11月发表 就在上周 Honda毫无预警释出三张2023 Honda Accord的预告图 分别是车头、车尾和中控触品主机 从这三张预告图中 可以看见车头是采用最新的家族式设计 与目前在售的HRV是一样的 而车尾则是贯穿式流水线式的尾灯 内饰的中控触品主机似乎是12.3寸 是Honda目前最大的屏幕 预告图中 左边略显的仪表盘应该是半数位化仪表盘 在车尾以内饰屏幕内右侧的预告图中 可以看到关于混合动力系统的提示 这似乎已经暗示了我们这款车将会有搭载 iMMD混合动力的版本 最后官方已经声明这款车将会在11月发表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第三则新闻Toyota BZX3正式发布 丰田和比亚迪合作打造 ETNGA平台加比亚迪电池和电机 续航超过600km 3BZX4X之后 丰田终于为旗下的BZX系列纯电动车型 带来的一款新车 而它也是这个系列中首款Sedan车型 主要的对手将会是Tesla Model 3 和比亚迪海豹等等的电动车型 在外观上我们可以看到 它和之前流出的声报图几乎一样 它有着贯穿式的LED日间行车灯 加上下方的LED灯组 菱角分明的外观 看起来非常具有未来感 至于车侧它将有Daltun双色车身设计 同时它采用了隐藏式的门把 加上特殊的空气动力学轮圈 理论上来说续航也会更好 而车尾部分则有造型特别的贯穿式尾灯 加上线条更加硬朗 内饰部分 这款车采用Digital Ice Lens设计打造 比如平底的方向盘 悬浮式的数位化仪表 直立式的中控 竖屏主机 以及扭旋式换挡机构等等 看起来非常的简洁 另外一个重点 这款车其实是中国仪器 丶尾和opesardt合作 所打造的一款车 所以底盘是由ETMGA平台打造 至于电池和电机则是来自比亚迪 所以动力输出将有181HP和240HP 两种表现 根据官方的数据 它的最远续航将超过600km 最后Toyota的质量加上比亚迪超强的电池技术 这款车会不会成为热门车型呢 欢迎评论区与我分享哦 第四则新闻 2023 Honda WR-V官宣于11月2日 发布预售价或从折合马币约75000令吉起 近日印尼Honda正式在官网上 释出了一张神秘的新车发布预告图 其带出了某款新车将会在11月2日正式发表 从这款车侧面的部分细节并且在背后还有W的字母 很可能再暗示这款车会是WR-V的换代车型 根据印尼媒体报道 新一代的WR-V将会基于在2021印尼车展上 首次展出的SUV RS Concept打造 据悉这款车的车长大约会在4000mm左右 并且用和VR-V的同款底盘打造 空间表现应该是相当不错的 同时内饰上它或许和VR-V一样大同小异 动力部分它将搭载Honda City上面那一具1.5公升 IV-TEC自然进气引擎 匹配MT手排变速箱或CVT无段速变速箱 根据在Honda City上的动力 预计最大马力表现为119HP 峰值扭力则是145Nm 这个动力放在一款Air Segment SUV身上 应该是相当够用的 另外据悉这款车会在印尼市场分为5个车型 其中顶配版本将搭载Honda Sensing的先进主动式安全配备 根据印尼媒体的预测 这款车的预售价应该会落在折合马币约75,700令吉 至98,44令吉之间 看起来应该是相当有竞争力的 最后Honda Malaysia在Air Segment SUV的级别是没有车型受饭的 而ProDual Ardiva的热销相信也会让他们想要导入一款车来与它竞争 因此新一代的车型还是会有机会在我国看到的 那么大家会期待这款车吗?你会不会买它呢? 欢迎告诉我哦 第五则新闻 欧拉好猫终于正式现身我国 官方敲定11月与本地正式发布 长城汽车旗下的车款欧拉好猫这次终于真的来了 上周原厂就在本地展开了预览活动 简单说一下 欧拉好猫是一款在中国比较畅销的纯电动仙背车 它原论可爱的造型 经典老爷车的设计路线 纯纯的大猫眼头灯组 加上价格相当清零 因此非常受到当地人的喜爱 于我国市场来说 欧拉好猫虽然有18寸的轮圈 但其定位仍然是属于B-Segment Hatchback车型 动力部分 欧拉好猫全系只有一个动力配置 也就是前置泳池同步电机 最大马力表现为141HP 峰值扭力则是210Nm 这里大家要注意听哦 原厂表示其加速表现 只需3.8秒 就可达至每小时50公里 关于续航部分 它有着59.1kWh的电池组 它的最大续航表现可达501公里 最后这款车价格未知 但是根据官网之前曝光的消息 这款车预售价会从13万令吉起跳 原厂也宣布为了确保本地消费者的信心 他们会在巴生建立零件物流中心 以确保马来西亚消费者可以在有必要的时候就能获得零件 所以这对于想要买车的消费者来说是件好事 若想要了解更多关于欧拉好帽的详情 可以点击右上方的小白点 观看更详细的介绍哦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的内容 喜欢我们的视频 记得关注分享点赞 并开启小铃铛即时追踪哦 此外非常推荐的去关注我们超级好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